因为根源的体性就是那个第七世 原尘水浪停 已经没有这个水浪了 已经停息叫做尘 及第八世 那么一尘本原习期 及第七世的行因 那么总息寂静 两个总息全部都进了 而户环四经圆明之体 回到四经圆明的体 故音如波兰媚化为沉水 以响音如红波 行音如细浪 响音波很高 行音较低四浪 那么四音如无浪流水 那个最后一个 五音的最后一个 那个四音无浪 可是会有在流浪流 直觉信体如湛染指水 那么今化为沉水 名字叫行音已经进 那么四人则能超众生浊 如前面所说的 知见美意流于世间 我们的知见都想留在凡尘 可是月运每长千里国土 因为我们造了月 月运把我们推 我们就在不同的国土 一直搬家 相知望成 名字叫众生浊 以行音生命不停 月运长千 遂成众生的知见 那么分着我们的自信 那么今得行音既然已经进 则众生者自然超越 那超越之后 反观行音所由来 怎么来 原来是从忧生隐微的妄想 这样来的 这个忧生隐微 以为其本 所以我们了解说 无表现出来 他在心肝贴后 我还在想 何难当之 是得正知 奢谋他中 知善然之 弥明正心 十类的天魔 不得其变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奢谋他 正知 奢谋他领悟援隆的真理 三谋地 实际的行持 禅纳已经功效呈现 所以这边 佛和阿兰讲 说正知 就是用正确的智慧来知道 舍谋他一样是正念 就是领悟元隆的道理 知善然止 匿名正心 就是能够灵迹 我们光明正心 那十类的天魔 不得其变 这个十个行淫的魔 就没有办法来扰乱 那么花穷生类本 才可以经验 我们十二类生 怎么来 怎么生